好 接著這一套作品呢 我覺得是走味道向的作品來的 做劇情向 不是劇情向 你撇除了劇情之後還有什麼可以買的 不 它那種是那種氣氛 它是走那種 好 榮顯地很覺得有你看美國拍的黑幫片 那些模仿得很像 有什麼大蘇洞 黑街 黑街的感覺 所以我們擔心這個問題 它不會實際的 我覺得又有一點不同 有大蘇洞的感覺 因為有大蘇洞的那班人在裏面做 因為你會發覺你跟黑街 我不會說他跟黑街相似的 因為黑街有些超能力元素 這套是沒有的 不是黑街那種相似的感覺 就是說它都是描寫一個黑幫 那個地區性相似 但整體的感覺 這種味道有些大蘇洞 那種就是好像一個 當一個黑社會 走到一間酒吧裡面 他會叫了一杯酒之後 脫著煙 然後深深吸一吸 然後呼一口氣 就被人打一拳打死了 哈哈哈哈 不是 應該說 他在搞笑片 然後說這個 嚇到魔王 然後變成銀魂 還是怎樣 這個銀魂 一拳打死了 黑幫片 接著我們要說的那一套 就是91 day 是一套原創動畫 官方的說法 就是一套以復仇為主題的動畫 是的 故事其實一開始 也說了就是主角 那他一家人就很幸福 在一個地方生活 在某一天 然後就是 他爸爸接到一個電話 不是 有人來找他 那他 都是一些所謂的黑幫的家族受殺 他爸爸應該是他那個黑幫的護妓 管訴人 通常黑幫都有一個人要拿帳簿的 他爸爸因為不願意交出他的掃簿 所以他就被人知道掃簿 他從掃簿到老母都沒有了 幸運地就是主角 即是大兒子 因為貪玩 躲在衣櫃裡面 最終他就逃出這個屠殺的裏面 囂肯保住一命 然後故事一轉就說了 他已經是成年的時候 當他每一天收到一封信 由一個天真有為青年 變成一個死魚眼 我不敢肯定這封信 是不是十年後的他寄給他的 我不敢肯定 這是隔壁有一套青春戀愛的劇情 這句話絕對對 為什麼呢 就是承接上我們上次的集 寄上那條人是最糟糕的 我不敢肯定寄信的人 總之寄信的人 清楚地告訴他 當年殺他父母的人 究竟是誰 他燃起他紅豆豆的 越勇氣感 那時候我要佔領那條路 我要拿我的酒去買賣 是這些小狗分的情況 當時那個設定就是 當時是走的一條是禁酒令 禁酒令 一些氣氛或者風格在城市裡面投射出來 所以作為一個香港的觀眾 比較容易理解一套動畫 反而應該是不要想黑幫片 九龍的 就是他想成是這個無味糧 還有那些大陸的公鬥劇 我以為你說古學仔 不是古學仔 古學仔那些是熱血開片 更加熟悉的不是九龍城寨那些三不管的地方 都不是那種感覺 因為我似在大陸的公鬥劇 因為有時候他入過家族裡面 他有內部勢力入侵 去復仇當年 現在家族有權力的人 其實就是那些公鬥劇的套路 因為這類型的片 其實他會很深化就是 所謂的黑幫頭目 或者總之小頭目 小幹部那些 他們的思考是怎樣做的 即即你覺得是什麼呢 雖然他是一個 他們都會殺人 但是他們平常來說 他都是一個很nice 很講規矩的人 即他只是在殺起人上來 他毫不留情 平常看他都會覺得 就是這條人 當然裡面有條人例外 但是大體上的人 其實是一個很理性 只是他們都是生活 不過他們選了一條犯法的路 去走 裡面其實很多不同的小角色 都會是 他可能都是一個很普通的青年 說我為什麼要運走 因為這條水好賺 賺夠錢之後 我就可以回鄉下 你賺錢 那有個是真的賺錢了 我存夠錢之後 我一定要買一輛靚車 不是結婚 是買一輛靚車都出事 還要死 也有的 如果有些興趣知道 男主角那個 即是洋酒那個 洋酒那個 地密洋酒 因為其實他很明顯 他真的很討厭黑幫 其實如果男主角之後 他成為黑幫的人 他也是那種 在這個城市生活裡面 嚴格來說 在這個城市裡面 他是一個正直的人 普通的市民 他都要為了 新界和為了他的目標 他都挺而走 去私養 所以其實那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的朋友 還沒進入黑幫 其實他已經 不遍牽扯在這件事 每個人都在踩一個灰色地帶 你沒有一個人 暫時說在整套作品裡面 沒有一個人 你可以大大聲說一句 我是好人 誰知道 不是好人 在這個世代是生活不了的 還有好人的定義 不是這樣定義的 我意見白無瑕的 如果誰認為我有罪的話 就找石頭扔我 是 那個耶穌 他跟著拿一罐菠蘿扔你 說回他裡面的黑幫的情節 其實我覺得味道不夠黑街好看 甚至不算他所謂的特殊能力 那種 不激烈 身不由己 或者是心理的爭執變化 看上去是很薄 還有沒有一種求全味 沒有一種就是 其實這個就是我選的路 這個就是我的生活 就是我踩了一隻腳 其實我是沒有辦法抽身的感覺 你見到就是 無論是諸葛第一個殺死阿帆樂 這個角色 他很明顯是一個很好的先生 老實說 你要買起一個人 然後就是什麼 就是因為看中這條死小子 沒有背景 死了 不值得可憐 然後你還要拍他不合 你不想做可以不做的 我不會逼你的 他真的不打算逼他的 他如果是說良心這個 就真的是良心了 其實故事裡面 他對他的步下 他願意為他的步下復仇 那個小子幫他運走 老實說 難聽說他只是二打六 沒有了一個 就找另外一個 所以其實如果要說的話 我反而覺得 這些劇情裡面比較有那個 黑幫片裡面那個 就是什麼 心裡有多剛才說到的 那種感覺 是這個角色 但其他一個難 就是那些 例如說我不是想殺你的 我只是 因為要拿到權力 所以我才殺你 其實我覺得他有點part time 味 他們好像part time part社會 part time part社會 他表面是開演會 其實現在幾集裡面 做了一個感覺出來 他讓我給了一個感覺 寄封信給他那個人 其實才是真正殺死他父母的人 其實他是借主角的手 去殺害這些人 這些人 這些人全都是 這些人全都說 我是好人來的 在黑道來說 老實說一句 那些人如果真的殺那個人 我才覺得是扭了招 我覺得正常應該是你的發展 反而你說的發展 但是呢 你又不要這麼說的 因為你要知道 就是他老爸勾把刀 是勾到當天夾他那個人的 而就是阿尼陸的老爸 即是現在的boss 也是有一個刀巴的 當然 我不知道 可能說寄封的那個人 都有刀巴的 這個你最多說 這個是不是 甚至是 其實現在看上去 其實是什麼 他尼陸他們那個人 他們那個家族的內鬥 分分鐘是最後什麼 阿尼陸的弟弟 會不會他就是寄封信這個人 我是有懷疑的 所以其實現在那裡 很多的謎團 就是究竟 哪一個才是寄封者 還有就是 其實男主角 老實說 現在看出來的感覺 他跟一個傀儡是沒有分別 而且他的技術真的很差 比我想像中更加差 我本來以為他真的 說到他好像 7年後我回來了 即是眼神都靈了 眼神都靈了 為什麼最後 但做事搭牛攤 但做事搭牛攤 歸我管 我覺得這個才是正常 他作為一個 年輕人他無依無靠 即是他父母已經被殺死了 他可以做的是什麼 即是可能 已經為生活 已經做了他所有的事 還說電練技能 為生活的話 其實就是這些 他幾髒 骯髒的事情 他都會做 你運毒什麼的 打架這些 我覺得笑不免 但我覺得 對比來說 技術水平過低 最慘的是 你說的黑道片 這些事情 美國拍了很多很經典的角色 一些很經典的劇情 他給我的感覺 其實他拿了那些 他看了一堆 他模仿了那些情節和氣氛 但是 內籠 就有一些 不太到肉的感覺 就是《凡格》那個角色 《凡格》那個角色 是很典型黑幫片 有些瘋的那些 即是 即是說 我是瘋的 但感覺就是 為了配合有這個 氣氛 就要搞這個角色 但他那種是什麼 變成就是 跟著就是 他跟他爸爸聊天的時候 我不是瘋的 即是看到兒子 我兒子弱智的 你怪他做什麼 即是那種可憐的態度 我覺得是一種 他不是真的 是兒子 他的意思是 即是 他那種 就當他好像親生仔 那些 黑道那些 但我覺得 即是《凡格》 我不覺得 我不覺得 這傢伙有多有能力 或者這傢伙是什麼 你給我看 他真的很有志謀 但他是瘋的 我會容許你 你不是瘋到 我接受不了他的程度 我就有你了 你做得事 到某些時候 我就會親手剁掉你了 誰知道是弱智 但這傢伙真是弱智 這傢伙真是 因為他裡面說了 是三個勢力 那些家族 哪個家族 很辛苦 就是有兩個小家族 其中一個就是尼陸那邊 一邊就是 凡格 即瘋老那邊 另一邊 另一邊就是 有一個更大的 好像芝加哥的霸者 好像你說 再大了 所以 反過來 除了人與人之間 就是 這三個勢力之間 怎樣去 拿一個玩法 或是誰拿到主導拳 也會在這裡 另外一個有趣的地方 怎樣看 你看看動畫 他在哪裡 其實是主角 那條復仇老 他幾朝鮮都走 或者這樣說 雖然那個風格不同 但因為上一季 有一套太出色的 觸卡遊戲 在這一類 所謂的 勢力和勢力之間 那個角力 有些黏 有些黏 還有些不到位 有些 他們那些 勢力和勢力的角力 給我感覺 就是紫尚談兵 說我吃你 我大國你 我吃你 你要明白 三條煙 對 那種感覺 我純粹覺得 劇本其實有點貪心 貪心 他又想說主角的復仇線 怎樣去做 現在他想了一個目標 他怎樣去找 下幾個目標 埋身 他又想說一條線 另一條線 又想說幾個勢力 互相角力 那條線 變成了 目標就很散 所以令到主角很被動 主角的身份很被動 其實 當然我知道他想 就是一個什麼 主角也是在一個大環境底下 隨波逐流 只不過就是 他有他的目標 他希望可以順著流向 去達成他的目標 但是感覺出來就是現在 因為整件事發展 你不是主角視點 有半神視點去看 但他也表達好 那件事不是他想的那麼簡單 我想這個真的要看日後 之後的劇情 他怎樣去寫 我們現在有很多的解釋 但最後他 可不可以做出來 是要看他最後的 但他暫時表達到他的無力感 都可以帶出來 即是說他可能 他自己已經知道 他暗殺身手不行 第一樣 第二樣就是 第二樣就是 他那些沒有朋友 沒有那些幫手 這些也是他的藥行之 他怎樣達到一個 復仇的目標 其實都是一個好看的地方 我覺得 再調回最後一件事 就是 這套劇有個位置不好看的 這套劇有很多大招 推進的位置 其實不是任何黑社會 全部都是主角 沒錯 因為I am說這個位置 其實是沒有黑幫 就是無論是 即使你要擁有一個頭目 一個很小的頭目 你都要花很多的心機 給女兒他上 給錢他賺 給酒他喝 然後有空自己扮狗叫兩下 那你才能滿足到這套劇 現在就是這套劇 送女兒去走 然後就說 好感度提升了 已經是 完全是交貨感度的感覺 那些不是走迷魂藥 一喝之後 沒問題 所以我覺得 這些位置 沒有黑幫風格的味道 最主要也是 暫時介紹我們到這裡 我們去下一套